一般上我们是怎样治疗这个痴疮呢 一般上是这样的 在西医方面呢 他们主要是用那个橡胶圈来接扎 这种呢只是适合第一和第二期 当第三第四期那个刺客已经很大了 这种就不适合用橡胶圈来接扎 这个时候呢西医通常会用动手术 就是我们所讲的开刀 那么在我这方面呢 我是用一些特质的中药 来涂在这个痴疮 无论是内痴或者是外痴或者是困 我都用这个特质的中药来涂上去 然后经过两三天 它就会自动的孤肝和脱落 而且这种疗法不会产生痛苦 也不会影响到工作 效果非常好 就省了很多动手术方面的那种副作用 而且这种疗法 我的这种疗法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一般上假如病人来接受你的治疗 到整个疗程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通常都是 比如说第一期和第二期 通常都是一个星期里面 第一次我跟他涂药 那么隔了大概五六天 我再来检查一次 两次就可以全医了 就好了 比如说第三第四期的 我就通常都要两个星期这样 因为那些治疾会比较大了 有时候只能够做一颗字 不能够三个一起做 所以时间分做两三次 所以会差不多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OK 那么对于我们槟城网络电视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奇迹习惯 能够尽量避免生痔疮 这个避免生痔疮 主要是在饮食方面 在饮食方面 要注意尽量多吃蔬菜水果 然后就不会产生便秘 比如说你是占作工作 或者是做做工作 那么在知识方面就是 就要兑换一下 比如说站得太久 太久的时候就要坐一下 坐得太久也要站起来一下 走动一下 最主要是这两个两方面 比如说照顾的好 他就不会 身至床的机会就很低了 目前你在北马一带 总共有几间义务所 我一共有三间 一间是在槟城 一间是在北海 另外一间是在鲁内 既打州的鲁内 也就是说住在这里的朋友 都很容易的方便的找到你 是 那么我有注意到 你的顾客其实也不只是本地罢了 也包括好像是从外坡过来的 你可以稍微谈一下吗 外国的通常都是印尼的比较多 住在Medan那一带的 他们会通过Internet 在那边看到一些资料 或者通过朋友的介绍 他们都会搭飞机过来 来移植床这样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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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